我們看看郭董 郭董今天這個大動作 我們看到他買買買 他這一次買誰呢 買下了震彈通訊行 那我們就看到 郭董是製造業的大王 可是通路是他心裡 始終挥之不去的小小遺憾 蔡總來告訴我們 這次他買下了震彈通訊 這麼多家的廠商品牌 不買 為什麼買震彈通訊 郭董在週末又有大動作 鴻海用5.47億取得震盪行 持有的震盪電信 66%的股錢 所以他還有保有34%股錢 這個震彈通訊全台灣 有160家的通路 還有原本鴻海的虛擬通路 互聯網 還有實力通路 三創跟亞太電信 380家的門市 所以未來整個鴻海集團 在台灣有540家的通路的據點 那為什麼買震盪行 有很重要的原因 其實郭董在去年股東會 已經露了口風 他說鴻海是一個非常高科技的公司 但是我們要繼續往前端 這個前端就是通路端的布局 我們透過一張圖把這個郭董心目中 鴻海集團要變成什麼樣 他是一個智能製造 一個大數計 你會覺得很懸 未來的我們生活 我們哪 鴻海的一天 中午12點 你走在路上 發現你用的鴻海的手機 告訴你 即時通訊告訴你 你的手機現在溫度太高了 你的電池開始會損害 你必須要換手機 那是你的事 他這個大數計馬上上傳 到人工智慧的軟體 分析了 你的手機的問題 然後我現在就直接下單 在裡面下單了 我要生產這個手機 因為零庫存 我要即時下單 現在才生產 客製化 你可以刻一個許淨相的名字 而且我要哪一個顏色的 我的規格是多少 我記憶體的規格多少 然後就生產 再來驗力要給我們看到 當我們看到了 郭董 他去吃下了60幾%的 這個震彈通訊的股份 我們看到是多了160家的實體店面 可以變成了夏普的出海口 不過艷莉告訴我們 你以為是160 真相是1500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呢 對 沒錯 因為事實上 大家都知道要完成 郭董的一個品牌大夢 通路絕對會是最後一里路 不過事實上這個郭董 在通路上面的一個佈局 其實很早 只是包括大家耳熟人詳的 賽博數碼 萬德城 萬馬奔騰計畫 以及飛虎樂購等等 目前看起來不是收攤的收攤 不然就是成效不張的成效不張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 郭董這麼精打細算 怎麼還會失敗呢 這幾個名字 我們洪洪許能說這是哪裡的電 這都是郭董在大陸的通路 前幾年沒有做起來的 對 不僅沒有做起來 而且其實媒體燈很大 好啦 那我們就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這個幾個失敗的一個原因 第一個 時間點不對 走得太快 那就連郭董自己曾經在公開場合 都有提到說 其實我這些通路的部件不錯 不過時間太早了 都是2010年之後開始部件 換句話說觀眾朋友都知道 其實電商這幾年崛起火紅 也不過就這兩三年的事情 所以你2010年坦白說 真的是太早了 第二個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員工外行培訓不夠 大家看一下萬馬奔騰的一個計畫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當時郭董的說法是這樣 他說五年之內我們要建置 一萬家的這樣的一個小店 那這個小店就賣所有的 鴻海集團還有一些3C的產品 那我們希望舉凡在我們集團 工作滿五年 你就可以提出申請 然後從員工創業變成 自己變成一個老闆 聽起來不錯對不對 你看人口這 富士康的百萬大軍這麼這麼多 你隨便挑五萬個以上 忠誠度考核及格 各方面品操都很好的 這麼多小千尼瑪去幫他開店 出海口不是就變大了嗎 對 這是理想上一個概念 真正實施之後他 大家才會發現 原來只要工作滿五年 就可以出來創業 但問題是培訓時間不夠 像是有一個店長 他後來自己就承認說 以前在富士康當員工 當工人只要把分內的工作 做好就好 結果沒有想到出來 當了店長自己開店才發現 細節好多 當老闆真的不容易 甚至還有一個店長 跟總部抱怨說 總部你們那個 怎麼不把我們店裡頭的 這個梁柱蓋厚一點 為什麼 因為這個梁柱不夠厚 我們上面擺的電視機 都快倒下來了 後來總部就跟他說 你幹嘛放真的電視機 你就擺擺樣子 擺一個空殼機就好了 所以可見真的是在培訓上面 有一大段的一個落差 那第三個非常關鍵的一個因素 也就是其實你在 經營製造業跟經營通路業 其實是要不同的思維跟邏輯 那過去鴻海強調的是製造 零庫存 但他反而成為了 通路的一個殺手 零庫存很好 對 意思就是說 郭董他的想法是 我們零庫存 你下單之後 我們再製造生產 這樣我們就沒有任何的 庫存的一個風險 但是問題是 如果說我們今天 經營通路端 那客戶上門要來買東西 結果店長跟我說 不好意思 我們是零庫存 你下單之後 我們七天 十天之內 貨才能給你 我是消費者 我今天來買電視機 我希望我就報電視機回家看電視 而且你到通路 他告訴你是我們沒有庫存 我們要下單才剛幫你做 我們到通路他會告訴我 要不然我幫你到別家店調貨 好歹庫存在別家店 他沒有 對 他通通都沒有 那更不要說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飛虎樂購 他的這個電商的網站下面 你沒有任何下單的動作 只有一個通知 貨到通知 所以其實對消費者來說 就會心裡頭覺得很不平衡 好 那換句話說 事實上這次 鴻海跟震盪集團的一個合作 當然一方面是希望 補足這個通路的一個不足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 這個集團有多厲害 對啊 我覺得大家最大的問題是 有這麼這麼多的通路系列 郭董怎麼會去挑上了震盪 對 那當然另外一個因素是 他們兩個是在豪宅的一個鄰居 可是最大的因素還是 震盪集團其實在中國大陸 默默耕耘很久 而且成績很好 好 居上我請教你 你猜一下全世界最貴的LED的廣告 在哪裡 紐約時代廣場黑丫頭瓣 不然就是香港嘛 對不對 金融中心 不對 答案出爐了 是在上海這個黃浦江第一排 也就是上海震盪大樓的LED的一個廣告 哇 就這一個畫面你可以看看 有多貴啊 你要在那邊看廣告 超貴的 其實15秒的廣告要價1350萬的台幣 而且這個廣告寬57公尺 高63公尺 而且聽說在700公尺以外 都能夠清晰的看到 螢幕上的一個圖樣 你看看 I love上海 黃浦江面只為它閃耀 這麼大的一面牆就是震盪的 對 沒錯 就是震盪的 而且其實上海市政府管得非常非常的嚴格 如果說你不是這個形象非常好 或者是業績非常好的 具有這個業界領導定位的話 通通不會讓你登 過去包括這個寶石節 可口可樂才能夠在這邊刊登廣告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震盪集團 他在中國大陸的一個這個野心 跟一個成果 其實是備受各界的一個肯定 看到了黃浦江邊 這個Bling Bling的LED在閃爍 慢慢有感覺了 原來郭董去買震盪通訊 誰看了個160家台灣的實體店面 看到是廣大 它是大陸耕耘的成果 沒錯 因為事實上 他在中國大陸的這個通路的一個店面 至少是高達1500多家 那當然這跟他的一個領導人 跟他的創辦人 陳永泰先生有絕大的一個關聯 93年他就去中國大陸 他決定二次創業要在中國大陸 他在中國大陸做什麼呢 那個時候初期也是想說 他就持續代理一些日商的一些品牌 跟一些日商的一個產品 可是好幾家日商的想法是這樣 大陸城市那麼多 我通通給你代理 我不知道你的這個 經營的效果好不好 所以日商就說 那我們沒有辦法給你代理 陳董很聰明 你不幫我代理 沒關係 我自己來做 結果沒有想到 他自己做了一個自由品牌之後 這些日商反而乖乖的